跟著筍龍的腳步走進竹林小境 我們的目標是夏天的保濕綠竹筍 看到頭了 在挖掘中筍間慢慢露出 怎麼快速找出有竹筍的地方 有竹筍達人稱號的老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良全 笑說跟辦案一樣要先發現蛛絲馬跡 看筍蟲上面的裂縫 它裂縫底下如果有竹筍的話 它裂縫會成網狀蜘蛛網狀 不是單一 它是會不規則的好幾個條紋的 底下一定會有竹筍 到了 差不多了 發現竹筍位置後如何切才能完整取出竹筍也有訣竅 像這樣子最肥大的地方是在這邊 我們再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下刀 直直切下去 隨著清脆的聲音 在筍農指導下 台北市官方傳播局長陳淑慧親手採摘竹筍 直說筍農真的很辛苦 其實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採竹筍要一大早 大家在睡覺的時候他就要採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辛苦又要力氣 這也是台北市老權力 離台北市區只有20分鐘的車程 是台北重要的竹筍產地 產季從4月到10月長達6個月 曾連續6年拿下綠竹筍評鑑冠軍 老權力長周良富透露 中出冠軍筍的秘訣 老水裡的農民都還是延續著我們最古老的方法 用有機無毒 我們的有機肥是用我們的那個黃豆 一包900塊的黃豆下去做有機肥 所以它的竹筍會甜嫩 跟外面市場可能不一樣 還有特別它的筍子的香味 白天休息夜裡摸黑柴筍 除了新鮮外 筍農更堅持的是對消費者的信用 我們都是現花現賣 對 現產現賣 對 直接到市場 人家都已經訂走了 不然就是之前兩三天 人家都已經先預訂了 所以一定要現花 這是信用的問題 剛出土的竹筍現場撥殼 直接品嘗 又脆又甜 真的好吃 綠竹筍還可以入菜 除了自家招牌的醬筍 老泉里長周梁富特別親主廚 用綠竹筍 麻竹筍 田龍筍 及綠殼筍 這四種竹筍做出竹筍大餐 證明不管是哪種竹筍 都可以變身成美味佳肴 彎彎的那種要吃原味 所以就是要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糧筍 就不用其他的調味料 如果直直的那種 就是沒那麼漂亮的竹筍 就可以做成 你就用其他的味道 去壓它的苦味 對 這樣就很好吃了 因為我們在市面上看到 麻竹筍應該可以什麼料理 田龍筍 煮湯也好 炒也好 還是我們的烏克力 也可以滷 也可以炒 也可以煮湯 可以多元化 鏡頭轉到貓空 青年茶師張環碩 正在示範如何泡出一壺好茶 包括放入湖內的茶葉分量 及水溫掌控都是關鍵 生茶像包種茶 我們這邊比較出名的 那包種茶的話 我們建議會放茶壺的 五到六分買 對 因為它是條狀茶 它不會膨脹的太明顯 像清發酵的茶 我們建議大概八十五到九十步左右 對 那收茶的話 像鐵觀音我們建議用滾沸水 大概一百步左右 對 滾沸水 差別紮在有團樓這個部分 對 那它有帶手果香 還有它特殊的觀音韻 它比較著重在吼韻的部分 不只有好茶 毛孔還擁有環境優美的步道 視野遼闊的山林美景 加上紫蘭宮等百年廟宇 觀光資源豐富多元 地方因此特別培訓出一批導覽人員 希望讓遊客人更深入認識 毛孔之美 到一個地方旅遊 一個解說是一個靈魂人物 可以把這個地方解說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在地培訓很多 我們在地的導覽人員 那我們都經過老師的授訓 我們也都有解說的證照 所以有大概有十幾位二十位的解說人員 都可以把我們這個地方 講得非常的好 也可以帶領大家 來享受我們這裡 美好的空氣跟美景 不管是在老泉裡探尋綠竹筍產地 品嘗竹筍大餐 還是到貓空茶坊泡茶吃茶點賞美景 老少賢寧 動靜皆好玩的旅遊新亮點 很惑國旅業者肯定 我們大家台北市 以前都認為說只有陽明山是後花園 那其實在貓空這個地方 在近幾年來 我們台北觀傳局這邊 在推動三貓整個活動的內容裡面 其實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三貓這邊有相當多的物產 人文 以及非常多的自然景觀 那台北大宗族也是我們目前 台北市在這邊非常棒的一個登山景點 所以也希望說我們所有的旅行業者 或是我們所有的旅人 可以再多看一下我們台北 這塊非常棒的一個地點 加上全台路線最長的貓空纜車 及平常不對外開放的貓欄儲車區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長陳淑慧期盼 與在地里長 農民和業者共同努力 邀請遊客透過多種沉浸式產業活動 體驗山貓旅遊魅力 有很棒的農產品 那加上它這裡其實不管是台北大宗族的第七段 那另外還有很多的步道可以讓你登高望遠 從這裡很容易就看到101台北市區 那另外還有很棒的我們講跟文化有關的 指南宮 中順廟 還有優人神谷 那這些地方其實都是旅行者的天堂 那小朋友又可以到動物園 所以木柵這裡就是一個人文會萃 而且又是好吃 大家就看到了綠竹神 那好玩的地方 所以歡迎大家抽空 尤其夏天 夏日炎炎 有點走到山上 溫度降個幾度 讓大家神清氣皮 是非常棒的體驗 觀傳局方面表示 今年7月到8月登場的台北貓空茶會 有別於以往活動 將由在地茶人帶領民眾學習專業泡茶技巧 還有以茶入味的私房手作甜點 邀請國人趁著暑假安排一趟 深入大山貓地區的祕境探訪之旅 感受前所未見的台北城南風情 記者 張啟騰 台北報導